好今天的讲座呢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 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免责的声明 这是所有的金融讲座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个合规要求 我们今天所有的发言和提供的信息呢 都是基于独立的分析和个人经验 所表达的观点和交易风格 仅代表个人不代表go markets的观点或立场 我相信有的VIP客人应该会收到 这样的一些叫做策略吧 我们也会里面也会讲就是说仅供参考 或者说不代表机构所在的意见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仅包含一般信息 不会考虑您的个人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 那么在您做出任何的金融产品的决策之前 请您咨询第三方的专业人士 或者考虑我们相关的指南 OK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做一下 今天的几个话题的一个梳理 第一个部分是公司介绍 第二个呢是牛年说股市的五种牛 第三个部分呢讲十倍牛股 第四个部分呢讲新能源的机遇 第五个部分呢讲配置全球的机会 OK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讲座呢才刚刚开始 我看刚才进来了很多的这个听众 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是想跟我互动可以呢 在这个软件里面点击问号的部分 然后给我留言我会看到 然后呢跟你进行一些这样的呃这个叫什么互动吧 我觉得这样我们讲起来的内容呢也会有趣一点 好公司简介呢我们是GoldMarkets成立于1998年 是澳大利亚境内历史悠久的老牌在线外汇交易平台的领导者之一 我们现在呢可以做澳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外汇黄金指数石油等等 我们的牌照号AFSL是254963 公司注册码ACN是081864039 那我们中文团队呢是15年成立的 到现在已经在澳洲发展的非常不错了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今年我们也是呃携手CHAC 然后呢这个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赞助商啊 未来大家如果看足球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的logo啊 ok我做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 我是GoldMarkets目前是在悉尼分公司啊 然后呢在中国澳洲的投资机构呢都有比较资深的从业经历 啊目前来澳洲呢也践行做投资者教育啊 坚持了很久 呃到目前呢也是呃怎么讲是做了十四五七了吧啊 啊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就像我们这样的网课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那么目前呢呃也是有澳洲的从业资格证的 那么我个人比较擅长于趋势的研判还有投资组合的设计 很高兴认识大家啊 呃怎么会有音乐想起来 大家能听到音乐吗 ok我们下面讲流年啊 说牛市 你们觉得今年是牛市还是熊市呢 或者是猴市 就是蹦蹦跳跳的啊 也没有方向 呃大家呢可以在留言的部分跟我进行一个互动啊 留下你想你的想法啊 我都能看见 ok 好 呃今年的流年呢 我们首先从一个呃叫做中国的呃传这个叫知名的国画开始吧 他是五牛图啊啊 五牛图呢实际上是目前中国呃很有呃叫什么代表性的或者说叫最有历史的一个子字的啊 叫做什么呃我想想啊 我应该专业一点的去去描述他啊 呃是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啊 是代表了唐代画牛的最高水平啊 呃 为什么从他切入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古人的画牛也表现出了他们不同的形态啊 不同的面貌和身姿啊 有活泼的有沉浸的有乖巧的有喧嚣的 那么其实每一头牛呢都有自己独特的脾气和性格 那反映到现实中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牛市呢通过女人画形象画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吧 ok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啊 今年 比较知名的 叫做 雄生牛 啊雄生牛呢 这是叫什么 A股的形象大使啊 其实呢 啊并不为A股所独享啊 这个我们先看图里面叫做SP500啊 和SP5的关系啊 就是除去了 五字最大的科技股以外呢 其实SP500的整体的其他股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 公司啊表现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那么 其实呢 在我们了解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 应该大家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吗 它就已经有1700块钱了 那现在呢都是2700块钱了 就是说头部公司啊 不管在哪个国家 其实呢 受追捧的情况啊 就是一致的 或者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是让我们感觉到难以理解的 就好比有一个新的物种啊 叫雄生牛 它的身体呢 是雄 它的头呢 是牛头 然后呢 然后出去呢 这个牛头实际上其他的公司表现的并不是太好啊 正常来讲 我们在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 叫做小河油水 大河油水 小河满 大河无水 小河干 但是今年呢 尤其是2021年开始以后啊 整个市场啊 出现一些 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啊 虽然也是牛市啊 但是它出现了一些 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比如呢 就是 如果你没有选动头部公司的话 那么其实热闹是别人的 很多时候呢 小票的走的是一个比较熊的一种方式啊 它是跑不赢我们这个股指的 或者是跑不赢我们的市场的这个平均回报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其实愈演愈烈啊 愈演愈烈 就是如果以 呃 某市场的4000家公司为例的话 其实呢 呃 只有1000多家是上涨的 其他的呢 全部都是下跌的啊 甚至呢 就是很多的都还没有 涨回去啊 之前的就是一个一个 呃 低点 就是 在最惨的时候 我们 小票呢 比现在呢 表现的还好一点 所以说 呃 现在对于 呃 很多投资人或者分析师来讲呢 呃 对于这些中小市值公司啊 真的是看都不敢看 或者说看都不想看 呃 因为它实在是 会出乎你的意料 呃 即使流动性泛滥 即使投资品犯 呃 这个缺失 他也不会去涌入一些 我们呃 叫到市场里面的这些小盘的公司啊 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很多客户去呃 在市场里面去追热点呢 或者去买一些 我们并没有做过深度调研的一些小公司 这样的时候我们 出于出于出于对自己的客户的一个保护吧 我们都会说啊 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啊 其实在这本市场里面 你能说出来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已经成熟了啊 你就已经成熟了 看不到PPT吗 大家能看到PPT吗 有人说看不到啊 能看到PPT吗 OK 我看一下 可以啊 好好好 大家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技术原因啊 OK打断了我了 我们继续讲啊 那么 面对熊生牛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我们也是牛市啊 但是我们要拥抱的是什么 拥抱的是更确定性的机会 更加有流动性的产品 OK 如果没有看到PPT的这位同学 您可以重新进一次 好吧 谢谢 好 我们讲第二头牛 这头牛呢 叫灰犀牛 灰犀牛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啊 它是米歇尔沃克的一本书啊 叫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 灰犀牛呢 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一种牛 它用来比喻啊 就是概率比较大 影响比较大的潜在性危机 它也是一种牛 对不对 但是呢 它跟黑天鹅呢 恰恰相反 大家想想2020年 甚至2020年以前的这几年 是不是黑天鹅齐飞 但是到了现在 黑天鹅好像没有太多风浪了 包括您看上个星期的时候 日本地震 对吧 日本的这个 叫什么 奥委会的主席 是吧 辞职 结果呢 今天 这个周一 周二开盘 日经去暴涨 创下30年来最好的表现 大家其实都在关心的是流动性 而没有去看这些主导市场的一些 一些叫做什么 一些一些情绪或者危机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些金融市场的这种风险感在动化 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对的方式是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 或我们叫做预期管理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虽然把黑天鹅杀死了 但是把黑天鹅去变成了灰犀牛 对吧 这些灰犀牛是什么呀 有可能是在务的不可持续化 有可能是人口的老龄化 是吧 有可能是这种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化 那这种不同的维度堆积起来的这种 长期来看 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找回来 或者说还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么 面对灰犀牛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去合理的风险管控 要让自己的金融投资行稳致远 要跑赢啊 或者说要追求长期效应 那在这个阶段 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牛 这个这个熊丝牛 其实反过来我们要更加关注定价的合理性 长期来看呢 就是市场 大河小河大海 是吧 都会 符合一个这个这个长期规律的啊 那么 我们讲的第二头牛 对吧 在预期管理下 杀死了黑天鹅养成了灰犀牛 我配的张图呢 用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指标 很著名的一个指标 叫做GDP和股市的一个总市值的比值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08年金融危机的 这样一个最高点 并且呢这个笔值还在增加 如果你认为这个笔值 它具有一定意义的话 那是不是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了 好 我们再讲第三头牛 叫 注水牛 注水牛呢 很简单了 什么是水 在金融市场里面 水其实就是钱 对不对 那么您看这个配图里面 我们选了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货币公 那么红色的代表中国 白色的代表美国 在货币公英大量放水的情况下 其实呢 资产价格上涨是一个必然趋势 或者说是一个完美的对冲方案 大家要知道在金融市场里面赚的是谁的钱 对吧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打一拳麻将 或者说你在朋友之间吃火锅 大家赌一个结账钱 大家其实做的是一个叫内部的 或者说叫做零和游戏 但是呢 当市场有不断的钱进来的时候 这个你就知道你赚的不是大家内部的钱 而是整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流动性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股市下跌的时候呢 当时市场在或者说叫这个监管机构 央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钱先发到位 先要把市场稳定住 因为用这种方式呢 可以极大的减缓 恢复的经济恢复的时间 如果没有这样的动作的话呢 那可能市场的波折会更长远一点 或者说更揪心一点 当然如果懂得这些经济规律 懂得所谓的这种发钞的概念 货币的概念 金融的概念 那可能2020年是一个大的丰收年 那么渡水牛其实也是一头你的财富牛 OK 我们再讲下一头牛 叫慢牛 慢牛其实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说要比慢 是吧 A股肯定当人不让了 我们全世界都知道 是吧 十年一梦 十年一点 那么慢牛 其实是我们财富里面 或者说我们很想去拥有的一种 变富的方式 叫做慢慢变富 或者叫做 有一个稳定的 可预期的回报 那么 我们如果说看澳洲的这个股指 或者说看主流的啊 这个经济发达经济体的股指 其实呢 都是走的是慢牛 也就是从长期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稳步上涨的一个形态 那么 如果你有钱做定投 或者说长期的买入 实际上呢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跑运通胀的回报 这个是大家可预期的 也就是要用时间换空间嘛 用耐心去创造收益 这是一种很好的去对冲通胀的手段 但是我在这里配图呢 我配了一个黄金计价的SP500 和100元购买力的美金 在通胀下的表现 那么从1965年开始看到现在 如果把SP500的价格 以黄金计价的话 是黄色的这根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并没有是吧 特别好的表现 它很难再回到2000年 当时的那种狂热 那么灰色的部分呢 代表了100块钱面值的美金 在通胀下它的购买力表现 几乎就是聊胜于无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只会挣钱 然后只会花钱 不会用钱去工作的话 那么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那么慢流呢 其实对于一些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客人 他们投资人 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之前呢 Jeky给我们介绍过一种定投的方式 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的网客 OK 我们讲今天的最后一种牛 叫风牛 这个风牛啊 它也是股市里面 让我们非常欣喜 或者说叫做做做梦不定的一种风格 那么我觉得跟大家拿最近的例子来举例吧 就是散户杀机构 这个听起来就很疯狂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当下资本的一个缩影 而根据啊 CTRAITAL的统计 2020年的散户交易量占到了整个股市 美国市场的啊 25% 但是在19年的只有10% 其实这就与我们现在财政刺激 或者说叫做政府补贴 不无关系 大家看我给大家贴的这张图啊 海通证券啊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有的拿到了支票 或者拿到补贴 或者人支出的一个一个投资方式 或者是使用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阶段的人呢 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啊 这个这个补贴吧 用于金融投资啊 所以今年的这个散户风潮啊 会很热 钱涌到哪里是吧 市场就涨到哪里 比特币是不是啊 GME 包括白银啊 这些都是 只要人民群众去了 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吧 力量是无穷的 那么在风流的市场里面 我觉得一方面要冷静 一方面也要跟随趋势啊 那这些呢 如果说大家喜欢听这些故事啊 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分析中给大家都讲一讲 那包括前段时间 我觉得很好的一篇文章 讲的是crown 就是赌场啊 赌场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其实做投资啊 是可以学知识的 那么在风流的市场里面 其实我们 参与到了很多叫什么十倍百倍的机会 然后 在今年这样的一种十倍牛股的市场里面 我们看到了哪些呢 其实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些就是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或者说我们经常提起的啊 这些十倍牛股啊 今天呢 我会带着大家跟简单的梳理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啊 我们现在的网课是40分钟到45分钟 那么我们简单的梳理 但是呢给大家一定一个结论 因为所有人都喜欢什么 结论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新能源的龙头 是吧 一年12.6倍 从 3月18号的低点 到现在啊 突破900 一年不到的时间 可以涨到这么样 你的财富增长 可以 以这么样的速度啊 去积累 真的是让人叹了一关子啊 那么 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它有很强的想象力 是不是 它会代表未来的一种新的出行解决方案 然后 它有自己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自动驾驶 有自己的一些 这个叫 符合连带 符合这个新新鲜人群的啊 这些啊 需求啊 消费需求 啊 在它产能解 解放以后 或者说叫它 它的整个的 现金流开始啊 这个出现正回报了以后 嗯 那么 它的表现 受到了极大的追捧 那么第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CSL CSL呢 这个时间周期长一年 这是澳洲的一个明星股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年2月份的时候呢 它是33块钱 在今在去年的嗯 在去年的应该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 它就涨到了340块钱 也是10倍啊 也是10倍 这个股票呢 它是做医疗的 对不对 医疗啊 叫什么 抗周期 所以在很多时候 它的皮 它的这个曲线走得非常的平滑 也就是什么时候买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只要拿得住 它就会给你一个让你惊叹的回报 OK 莱粉 莱粉股2017年2月20号 2块2毛2 是吧 前段时间 大概在10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20块钱 那A2也是一个神奇的啊 神奇的存在啊 我们在17年很多人还在带购来粉的时候 如果你去买了A2的股票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些年啊 你就静静的等 也可以把很多的这个收益给赚出来了 那么它感受呢 就是消费 我觉得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 需求在后端 就是中国再加上新生婴儿潮 再加上它又属于这种啊 消费类的 然后又会讲故事啊 所以表现得非常好 OK 疫情下的解决方案 Zoom 啊 Zoom 它虽然没有10倍了 但是我觉得 呃 它的时间足够短 它是从19年12月份来看的话 到今年的 到去年应该在10月份啊 90月份就已经达到了500多块钱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这个这个疫情的催化下 就是迅速让它开始爆发啊 迅速开始爆发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 一直在往上突破啊突破 是吧 这个就是10 时代富裕的 时代富裕的就是叫做 这个叫什么叫做 呃 八辈子的吉德福啊 真的是一天时间啊 也不一年的时间就能够啊 做出这样的成绩 这是很难想象的 那apt啊 20倍20倍的腰股啊 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呢 它是8块2毛9 然后前两天呢是160啊 我感觉好像它还能长啊 并没有萎缩的迹象 反正我是有一点不理解 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凶 但是呢 我看到的是很多金融机构 是吧 很多银行啊都想跟它合作了 它的市占率 它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 而吹着牛了一点点圆回来了 那么金融科技这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它应该在澳洲 已经站稳了脚 现在呢 它的市场脑2z也在发发力啊 但是相比apt的话 我觉得还是差的有点远 好 还有我们熟最近这个这个叫什么 呃大热的比特币啊 比特币一年11倍 2020年3月份的时候 4000多一枚啊 前那些啊 4400 我剪图是 上个星期节的 那么这个星期呢 到5万了 就是这么快 是吧 11变12 一年12倍 那么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呢 经历过的 或者说叫做见证的 这些奇迹 那这些十倍流谷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其实这个总结也是为了启程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呃 一个部分 那么十倍流谷呢 它一定是有很好的盈利增长的 叫盈利快速增长 这是它的一个公务性 是吧 就是客户量增加了 市场开始接受了 第二个呢 就是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你看像zoom 是吧 你看像这个 我们说的atune look 啊 这些是在 时代背景下面 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 是吧 就像前段时间 我们讲是时代的马云 而不是马云的时代 所以它拥有这种时代感 啊 这个叫 助力啊 新能源 互联网 4.0 制造4.0 这都属于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第三呢 它要是新型产业 也就是说 它有想象力 有空间 有不会 轻易见到天花板的这么一个行业瓶颈 那么像先进技术啊 像这些这个这个产业的这些资源 是吧 是它关键的一些特征 像我们现在的半导体 新材料 电动车 云计算 5G 都是具有较强扩散性的这种产业 那么第四呢 就是消费性质 啊 消费性质 大家不用想了 茅台 对不对 赖飞 是不是啊 这些都是 很多人 很多国家 或者说 都追捧的 那么消费对这些 对品质的要求 是吧 对这种个性化的要求 啊 定制化的需求 就会变成它的一种 啊 很强的助力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有趣的啊 十倍股 那么一定要讲一下怎么去找下一个十倍股 下一个十倍股 机会在哪里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剧透一下啊 因为本来我是准备呢 放在 三二月份的两场重要讲座 啊 一个是在堪费拉 一个是在悉尼 啊 会跟大家呢 去公布一下 那今天呢 在网课里面 我先透露一点 啊 先透露一点 首先我们要讲 澳洲新能源 它的一个想象力 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前景 那大家看到了像特斯拉呀 是吧 这些新能源在去年大方异财的表现 啊 今年也还在表现啊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新的方向呢 就是一种啊 新能源的啊 这种一种叫什么出行方式 那么根据布伦伯格的测算呢 或者叫做预测呢 2020年我们的新能源的出行方式 在呃 就是需求需求量在呃 在图表里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2040年呢 是在这个位置啊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每年呢 我们需要六千万辆车 六千万辆 六千万辆车 想想啊 是不是很强的一个财富机遇啊 可是 大家想一想 在澳洲你怎么参加呢 你怎么你怎么去参与呢 对不对 新能源上下游 我们全部都扒一遍 其实 不管是从啊 这个材料啊 这个组装 是吧 然后软装 然后sensor 探测器 是吧 软件 其实 澳洲都没有太好的企业 啊 这个说起来 其实真的是有一点难受 但是 既然来做金融投资 我们就要有想象力 对不对 我们就不能被 现在的这种 情况 说 限制 OK 我们先说我们有的 我们先说有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未来的成长下 未来成长下 什么东西会大量的增长啊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碳 石墨 还有什么礼仪 OK 我们就 说一下礼仪吧 今天 那全球的锂矿的供给消费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片啊 这个是中国国泰军安证券做的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锂资源的供给的这个国家呢 其实就是南美洲和澳洲 南美洲澳洲呢 供给给谁呢 供给给日韩中 对吧 日韩中目前世界上电池的制造能力最强的 或者说最有优势的这么一个地区 那么他们呢消费了大量的这个这个锂资源 然后变成呃电池 呃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可以看到就是澳洲的产量呢 目前呢占到全球供应量的大概60%以上 啊 厉害吧 是不是感觉到了像铁矿一样的机会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测算出来 关于未来2025年到2025年的主要产区的产量比例 呃 红色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澳洲的主要的产区啊 叫green bushes 呃 从2020年以后呢 这个产量的需求啊 就会开始啊 剧烈的上涨啊 剧烈上涨 这是由于什么 由于我们整个新能源产业对于电池消耗需求的 巨量呃 这个这个急剧增加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澳洲主要的啊 锂矿产区 澳洲的主要锂矿产区呢 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主要在西澳啊 主要在西澳 这个 三大底况产区呢 针对的这个投资的标的呢 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平时的股股股股市场 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活动中啊 推荐过了啊 推荐过我们对于澳洲的这样产区 下面的一些好的公司啊 像pls 呃 当然了我在推荐pls的时候呢 是比较早了 应该在呃 四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跌下来的时候就推荐过一波 后来呢 到五六毛的时候呢 推荐过一波 当时推荐的还比较激进啊 比较激进 当时是 比较确定性的一个一个机会 所以说跟客户啊 跟投资人聊的时候还是信心满满的啊 那么现在大家也看到最高呢 涨到了一块多 那最近来讲的话呢 有一点起稳的状态啊 昨天涨了好像十一点多啊 涨了十一点多 那我们看到的是澳洲的这样一个储备地位啊 储备地位啊 然后他的整个的格局 那澳洲的你资源好很大的原因啊 一是产量高 第二就是平均品位高 平均品位数高 那什么叫品位数呢 其实就是说我开采 这个原材料啊 这个含量纯度啊 就像你喝酒是吧 是53度的茅台 还是喝5度的啤酒 是吧 他不一样啊 呃 你买黄金是买K金呢 还是买这个纯金是吧 或者说叫做千竹金 啊 这种地位啊 有点像铁矿石 有点像铁矿石 他的平均的品位高 体量大啊 那么自然而然呢 他所能够供给的量 或者说影响市场的这个量 就比较大 我们讲新能源 既然需要这么大的铁矿资源 那么全球最好的铁矿资源 肯定会迎来一个风口 OK 这确实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那么今天无视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点赞 希望大家鼓励啊 现在是8点38分啊 时间呢 实际上过得有点太快了 那么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就留在 下次再 再讲 或者说留在我线下的活动里面 给出来具体的标的 那么 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内容 包括啊 怎么产品的去库存化呀 啊 涨价的原因啊 包括全球主要的一些 矿区的啊 储备量啊 品位数啊 目标产能的情况的总结啊 啊 包括还有第二代电池技术啊 都给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 这次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把它全部展开 如果 呃 大家 想要更多详细的内容 我们可以线下相会啊 线下相会 2021年 线下第一次相会 啊 在 今年的2月27号啊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这次呢 我们的财富加速度呢 合作伙伴 Jacky 还有 FN 我们一起 啊 讲 十倍 牛股 哪里寻啊 那么 有一些VIP客人呢 实际上今天已经 拿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一些分析的一些结果 那么 希望大家呢 也 收获啊 收获啊 满满的财富啊 OK 现在呢 是8点40分了 我们留几分钟呢 做一点点 互动和答疑了 好吧 现在 留一点点时间 我们做互动和答疑 因为今天准备的内容 真的是很丰富的啊 主要是给大家呢 就是 讲一讲现在市场里面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牛市 但是牛市呢 有分很多种不同的性格和脾气 啊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怎么去 啊 驯服它 啊 第二呢 十倍牛股 在我们身边 屡屡可见 它有什么样共性啊 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啊 做了一个关键性的总结 啊 第三个部分呢 我觉得十倍牛股在澳洲来讲的话 新能源是机遇啊 机遇在于它 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上游的 这个铃矿资源的垄断性 或者是说绝对优势 那有哪些标的呢 对吧 我相信很多客人关注我们的已经 已经了解了 如果还不清楚的 可以找我们的小住所 OK 好 现在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的内容 都错 今天还挺热闹的 嗯 有人问一下 FMG 稍等一下 我要看一下图片啊 我要看一下 技术图片啊 这个Andy问的很潇洒啊 说GXY和PS哪家好 哇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一看就是老手啊 好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嗯 先回答第一 我要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那个技术图形啊 那个 因为我不看图 我也不清楚 啊 crowns跌下来了 我正好打开 就看到crown crowns跌下来一点啊 还是很坚挺的啊 说明他这个呃 还是很有实力的 至少呃 这个老板还是很有实力 好 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呃 矿企啊 FMG 啊 有人问FMG的 这个这个走势情况 我看了一下呃 从周线图来看的话 还是很健康的 呃 目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开始出现呃 不创新高的情况了 所以要关注一下他的呃 回调 看有没有回调的可能啊 今天跌的啊 今天的阴险跌的有点大 但是还是站在了这个60阶线上面 这是60阶线吧 瞎说 这些都没看到 好 好 FMG目前来讲的话呢 没有挑战到之前的高点 目前稳定在了23块7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有机会再次回测21块4的位置的话 呃 可以看看他的支撑是否有效 呃 目前 我觉得FMG呢 并不能判断他开始转弱了啊 不能判断他开始转弱啊 可能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技价中澳的一些风险 所以说不想再创新高 但是你说他直接跌下去的概率 我觉得很小 ok 呃 我要回答一下Andy的问题 Andy 呃 你好 我给你看一下 哦 sorry啊 我们往回看啊 我们看一下GXY 和PLS两家公司 ok GXY Galaxy Resources 他的储处备量呢是呃目前的这个储备量是你矿储备量16.7百万吨 品位数是1.28 啊 总资源是21.4万吨 然后PLS呢 是储备量是226百万吨 品位数是1.28 啊 总的资源总量是286万万吨 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量级的 它是10倍以上的量级 啊 10倍以上量级 呃 如果有钱 Andy 如果有钱都买 如果没钱 我觉得你买PLS好一点 哈哈哈哈 OK 啊 另外啊 我给你讲了这么多 至少我们这个交个朋友啊 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只知道你叫Andy OK A2下一步走势如何 A2 我们看一下A2 A2现在是10块01 10块01 啊 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呢 其实 这个是不用怀疑了 但是你说 他可不可以做空呢 我不觉得 但是你说可不可以做多呢 如果你想什么 激进一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我自己可这么看到 你想他20块钱 现在腰斩下来 变成10块钱 对吧 那我们就说他再跌20%到8块钱 啊 可能你那天要是不在呢 你那没看没看手机呢 没买进去呢 是吧 那不就错过了吗 所以呢 好的东西先买一点 放在手上 保持对他的一个关注 也没事 嗯 请问APX APX现在可以买吗 APX今天我们刚出了一个 才一个分析报告啊 是Eric出的 您这边可以找小助手要一下 也可以联系一下 Eric 他给出来的看法是可以 然后我看了一下APX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啊 也不错 我把这个图呢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APX 这个是A2Milk 啊 APX 其实今天的这根阳线很说明问题的 直接拉上去了啊 直接拉上去了 其实嗯 就说明很强的一个一个买盘的意愿嘛 对吧 那么 相对他的高点来讲 去年8月份的高点来讲 现在 真的是挺合适的 至少上面还有很多买在山顶上的兄弟 对吧 你怕什么 可以 可以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哦 艾米说 艾米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他说FMG啊 今天是高管移植 是黑天鹅 啊 谢谢艾米 呃 TW发生了什么 拿出了一根下影线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绝佳的买入机会啊 哈哈哈哈 直接直接就搜上去了哈 然后ZIP到最高点了吗 ZIP到最高点了 这个 你是要做空吗 这位同学 叫Sherney 你是要做空吗 还是说 你想落袋为安 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策略啊 如果你是之前买了 现在赚了 你说是不是要先把利润保护一下 呃 这个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你在GoMark 这边做低成本低嘛 大不了买错了再买回来嘛 哈哈 是不是 或者你可以对冲一下吧 对冲一下实体股票不放吗 在呃 我们这边做个空单 是吧 如果跌下来再赚一点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到最高点了 真的没法踩这个 这个 跟 好了 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欢迎订阅 啊 啊 感谢观看